老公,人家訂了一間Villa哦 啊,又度假,不是要存錢買房嗎 我是訂了鳳凰Villa 哇,竟然有千坪花園 十五項休閒公社,回家就像度假耶 而且花園比房子還要大呢 還有我最愛的游泳池 耶 龍大營建,Villa生活 十年防水保固,二治三房 07-398-5555 鳳凰Villa 本節目由生鮮食材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降止读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维选VV 我们今天挑的一则专文 是来自于LeMoney DJ 它的标题叫做 《晶片战争》的作者说 华为让中美的IC战升级 材料成为战场 感觉起来好像是一种 科技战的一个转型 对不对 好 开头他说 畅销书《晶片战争》 叫Chip Wall 它的作者是Chris 他指指 中美晶片大战已然升级 战场将延伸至这个晶片材料 是 南韩媒体他最近也报导了 Chris他受访的时候就表示了 即便是跟美国发生冲突 中国也永远不会放弃发展本土的半导体产业 他说中国晶片厂商会继续投资 创新 而南韩必须要设法拉开技术的差距 才可以维持事战不追 接着这个Chris说 华为最新5G智慧手机 内建了7奈米的制程晶片 暗示中美晶片战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战场如今扩大是这个晶片材料领域 Chris指称 这个南韩美国欧洲及日本必须携手合作 打造更加安全的关键材料供应链 那听起来好像这个中美的科技战 已经从晶片的技术延伸到这个所谓的材料领域了 那材料当然有非常多种 我们这边就特别举一种叫做稀土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是那要介绍稀土为案例的话呢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篇刊登在自由时报 它的原标题呢是戴琪说 中国沃稀土供应的开关 美国彻底脆弱 是这个戴琪就是美国贸易的代表 是那稀土在高科技产品里面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原料 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催化材料 用瓷材料 荧光材料 除氢材料 精密陶瓷等材料 它是生产电动汽车 风力发电机 LED 手机 电脑等重要甚至是关键的元素 那作为不可再生的稀土 元素被大多数的国家列为 是一种稀缺性的战略资源 并且呢 它们有工业维生素 与新材料之母之称 它们广泛被应用在顶尖科技领域 跟军工领域 跟军工领域 那刚才说 它其实延伸到蛮多领域都会使用 好像这些领域都是非常重大的 重要的一个下一个里程碑 不可不慎 那接着他说 美国贸易代表这个叫戴琪 26号接受CNBC的一个专访指出 中国在稀土的主导地位 使美国供应链脆弱 他说 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 意味它能够开关水龙头 除非我们能够取得 并建立另外的稀土供应链 否则我们仍彻底 溢受中国的影响 那戴琪他也进一步指出了 大概在十年前吧 中国他就曾经将稀土的价格 烘抬过高 以至于一些美国矿场 得以重启营运 但是呢 中国一砍价 这些公司又被迫关闭 在1980年代之前 美国占稀土金属的市场的绝大多数 但海外较低的劳动成本 跟环保标准 使稀土产业撤离美国 接着他说 稀土金属用于电动车 马达等高科技产品 数十年来 中国建造它的一个加工的能力 使得中国在这个关键的全球市场上 握有强大的一个定价权力 接着戴琪说 中国的优势 不必然在天然资源 他们不仅拥有较多的天然资源 也在于有能力追求协调一致的工业跟贸易政策 允许他们去垄断市场 报导他也说了 中国政府他至少每五年设定经济计划 一些目标比如说 像是提升科技的自己 自足以达到碳中和等 其实他们提前几年就已经设定了 尽管这种由上到下的计划 不保证达成目标 但电动车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产业 有能力抢下整条供应链 包括终端产品核观市占率的例证 最后戴琪说 当前我们的供应链 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知道我们非常脆弱 而且我们希望的处境 是供应链能够更多元化 我们对他们更有信心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选择 他希望的是这样子 对不对 感觉起来美国科技业还有政府 是越来越焦虑的 你以前都试用晶片的技术 感觉起来可以完全的压制 中国的一些发展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华为新机 最后卖的怎么样 现在因为才没有多久的时间 如果它卖的很好 它技术又做的很好 这个技术又不假外球 根据我们上一次报道 好像是它的一个中芯国际做的 对不对 如果它突破了这样子的关卡 那是不是美国又开始很担心了 代表它可以突破这个技术的限制 那反而未来如果压住在材料的话 那中国又控制西土这么重要的一个资源 美国是不是税都税不好 是 因为我们其实还蛮熟悉 这几年全球的科技 不管是军事 还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科技用品 美国一直是领先在前面 带着全球跑的那个领先的国家 那其实它就是赢在技术 但是一旦技术这个门 坎被消灭的话 就有点像是 今天台湾在封某一个饮料好了 然后大家看它卖的很好 于是其他人也跟着买 最后它发现 那个做出来的饮料的秘诀 其实都已经被掌握了 最后它就卡到那个原料 我原料不给你 你吃起来口感就会比较差 或是你就没有办法追上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原料 又是卡在特定的地方 那美国就算技术再先进 它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有错 这还蛮值得担忧的 对不对 那晶片当然远远超过可乐 可乐原料我相信还没有这么的稀缺 可是半导体的原料就是很稀缺 这是值得担忧的问题 当然现在还言之过早 我们说还要看看它这个手机 到底最后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才能来决定 如果它能够拉抬到 跟iPhone performance差不多的话 美国真的是蛮值得担忧的 非常值得担忧 因为其实美国在他们国内 本土生产其实一直都不是优势 就是成本很高 然后供应链可能就不齐全 要建一个产可能多少钱 薪资又比我们亚洲人平均都高 那唯一的优势就在技术 那如今中国是人多又有技术 然后如果钱资金又都到位的话 那美国真的是蛮值得担忧的 是加上这个稀土 好像方方面面 我们现在说非常重要的一些题材 电动车 还是原本的手机 电脑 风力发电 它都是它重要的一个材料 那如果控制在中国手上 可能大家去仔细思考一下 这样子未来一种新的隐忧 好 以上内容报道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可以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 做家文威玄VV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